大家好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博安杀进世界排行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博安再次提供影片 他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排行榜了 据说他在大神盟一不小心跌了300分之后 来到了超级盟remix的赛制 反而突飞猛进攻顶之余还来到了世界排行榜前几名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他如何展示这一套 使用火爆猴的一个阵容吧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场吧 他目前的分数是3000多一点点 不过最终他又来到3100左右啦 所以可以看到他目前世界排行榜是排行在230米 好我们几乎第一场 第一场遇到独爪龙 独爪龙的话这边顺风了 因为独爪龙是很难打我们这个有兵系招式的暴雪王 不然好像蛮喜欢暴雪王的角色啦 我们之前的影片中很常看到他使用暴雪王 来提供一个阵容 代表他在暴雪王的使用上来说是德性应手 好那边我们先用一个气象球 对方并没有切交挡招 选择用盾挡下来了 毕竟独爪龙在这个超级猛 坦度来说是不是那么好啊 但是我们这边第二个气象球好的对方还是没有出招啊 看起来他有可能是想要逼一个逆龙之类的 但是他这边缴了两盾啊 有点得不偿失啊 不过我们博安这边竟然是没有给他挡下来啊 这边没有挡的话 哦这边是水流位啊 哇看起来对方这一个想要骗盾没骗成 导致这边嗯他现在尴尬了 逼得他快速的再出一个水流位出来 但是以目前的血量我们有点太低了 所以这边稳稳的 用一个盾把他挡下来之后用一个气象球拿下他 我们现在目前处一个盾的优势以及顺位上的优势 好稳稳的收下去之后对方第二个角色是雪妖女 雪妖女的话这边我们来不及出招暴雪妖下去了 然后选择第二只角色是火爆猴 哇火爆猴啊 火爆猴要拿来打这个幽灵系的雪妖女 应该是有点困难啊 不过我们这边的大招里面有看到有暗息要害啊 暗息要害能不能收掉雪妖女呢 我们看下去 好这边暗息要害出来 暗息要害的基础伤害并没有到太高 不过我们能够靠着打幽灵系增伤以及火爆猴高伤害的关系 可以看到这边一下下去 雪妖女还有点血量 我们这边攻击上升了 竟然直接双被封环把他K下去了 结果对手就跳了 好像在3000分左右的一个场次啊 大家都并不会把他打好打满 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拿到姿势了 其实打也是纯粹拿个经验值而已 所以就并不会有那种很执着的要打到最后 所以人家会中理的感觉 可以看到我们的高手就直接跳掉了 真的是非常的 好那我们进入第二场吧 第二场遇到怪力是逆风 这边立马切成火爆猴上来 对方跟着换脚 换上来是猫头夜鹰啊 猫头夜鹰的话 也算是喜有角啊 他本身拥有的是飞行以及一般的属性 所以在格斗系招式下 他是平伤的 我们这边带着冰冻拳能够打飞行的关系 所以对方是先挡了一发 猫头夜鹰可能玩家并不是那么熟啦 他小招通常都会带翅膀攻击 毕竟蓄能表现比较好 然后他大招的话有神灵梦及黑夜魔影以及精神强烈啦 本身能够靠着一般戏打幽里 也算是蛮好用的角色 而且遇到超能力戏的时候 他还能用幽灵系的招式去打他 所以整体的一个使用性上来说 蛮有弹性的 不过缺点就在于他的出招可能 并没有那么快 所以他还普通的一个超级萌 出场机率还好 这也算是丹尼很少见啦 猫头夜鹰 猫头夜鹰用小招 把我们的这个火爆拍下去之后 我们选择这个暴雪王上来 这边还有一盾 可以扛他一个招式 神灵梦基 这边挡下来了 吸血要把他拍下去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啦 所以这边 果然是进行切角了 尼多厚上来 至少尼多厚上来 可以吃一个招式 不过他如果 大招配精神强烈的话 这个尼多厚会当场下去喔 好 这边他没有配置精神强烈 应该是黑夜魔影 以及神灵梦基的一个猫头夜鹰 好 接下来他选择的 一开始的角色是怪力 代表他最后一只角色 应该是怕尼多厚的 所以这边怪力上来快速的出招 想要快速收掉我们的尼多厚 十字匹 但是我们有毒的抗性啊 所以这边扛住了他的十字匹 接下来大帝之力 能够收掉这个爱你的怪力 好 那最后对决的最后一只是谁呢 最后一只雪妖女啊 哇 雪妖女喔 看起来雪妖女可能是考量到他出招速度 没有到那么快 会被这个尼多厚给用大帝之一震下去的关系 然后最后雪妖女要对决我们的暴雪王 我们这边能量球一下 雪妖女想象扣的并不多 然后这边他一定会选择幽灵系的暗影球 因为冰系打往暴雪王 是平伤的 但是暗影球的基础伤害量比较高 所以暗影球下去 剩下的他就可以用这个细雪暴门拍死了 在属性上来说雪妖女还是比较强一点 一定冰系暴雪王这边是平伤 但是他是减伤的 这场其实算是逆风啊 遇到怪力有点没者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场暴雪王遇到的是布鲁皇 布鲁皇两者应该算平平啊 看要不要开盾 那你的布鲁皇说实在杀伤力不错 他的杀娇伤害量非常助啊 而且他会使用近身战 有时候你用钢系去打他也不见得会有优势啊 我们这边出招比较快先用一个西洋球出来 好在他准备出招前 第二个西洋球出来的时候对方换脚 换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这边能够双抗兵啊 所以这个西洋球有点白暗的啊 而且暴雪王现在雪洋上有点低 我们不然是切脚了 留着进行切脚挡招使用 选择这火爆火上来 目前我们有一顿的优势还算可以 这边可以用一顿把它挡下来 火爆猴可以处于一个血量上不错 然后气量上不错的情况下 对到他后面的角色 好这边看起来血量有可能可以直接把它按下去哦 有点可惜插一下 这边他的拉普拉斯 应该是气满了 这边我们只能比一个攻击高啊 火爆猴的攻击一定是赢过拉普拉斯的 所以这边没办法 只好开一个招式 然后现在攻击上升了算是不错哦 他的这个 布鲁皇一定会上来 我们在攻击力提升的状况下 这个火爆猴啊 冰冻拳肯定杀伤力惊人了 布鲁皇一定得挡 不然他得下去 然后剩下的血量会被他的烧椒点下去 哇好痛啊 哇他的烧椒好痛啊 大概四分之一啊 我们这边还有一盾 但是我们的这个 爆猴想象上有点少 可能选择毒系的尼多上来 然后中途吃了一个烧椒之后 切脚挡招换成爆猴这边有再算招可以 因为毕竟这个妖精系的布鲁皇啊 他是怕毒系的 所以他如果再吃几个剧毒牙肯定会直接下去 所以逼得对方快速出招 我们这边爆猴有大功告成 好这边尼多霍上来对上他的九尾 对方要跳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盾了 好这一场算是 切脚切得很漂亮 也算准了对方的心态 因为他如果不出招肯定会被这个尼多霍给点下去 所以逼得他只能快速出招 但是我们也算准了 进行切脚挡招了 最后在有盾的情况下 九尾也是打不赢这尼多霍的 好进入下一场 这场小妖女对上我们的爆猴 然后我们讲了 小妖女这边是占优的 在小招的部分我们这边打不太出伤害 然后在大招的部分的话 小妖女也是占 占比较好的优势啊 因为他有雪崩平常 暗影球也可以打 所以基本他就用雪崩就好了 因为雪崩的基础伤害量也是很高 而且我们这边使用一个能量球出来 刚刚看到其实没有办法一下必杀他 所以对方仰赖着他这个出招比较快啊 而且伤害量比较好 逼退我们的爆血王先下场 不过他没挡 这边目前属于盾的劣势 然后选择上来的是这个火爆猴 火爆猴这边要拼一把了 按小害看能不能buff 第一个按小害 哦一说就buff了 博安博安运气是非常好的 刚刚那一场有buff 这一场也是有buff 在buff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本钱 去让火爆猴开盾了 而且他上来的这个是电灯怪 电灯怪他的一个出招速度有点慢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出第二招之后 就被火爆猴直接按下去了 好这边目前对方两盾 我没有盾 但是火爆猴的气氧上很足 加上我们攻击力上升了 对方上来的是飘舞泡泡 飘舞泡泡我们这边当然不能使用冰冻拳 持续的按小害 如果能够再buff 这一场应该就是过年了 对手挡了 好这边的话 持续出招 因为他也不可能切这个 雪豪女上来挡切啊 因为雪豪女是幽灵性会怕恶系找死 所以持续按小害出来 逼了对手直接开两盾了 攻击力又上升了 哇目前的伤害量直接上升了4些啊 在他的这个飘炮完全没做到任何事情的情况下 吃到按小害就得下去了 最后雪豪女 手足无措啊 来吧雪豪女 哇这双倍封砍非常痛啊 雪豪女就算已经能够 抗这个格斗系招式 还是被双倍封砍直接A下去了 火爆猴逆转了这一场啊 这一场一开始看起来有点 大势已去的感觉 但是火爆猴直接按小害 两次的攻击力提升游戏就结束了 哇真的非常惊人 对方两盾开下去还是拿不赢啊 而且我们是没有盾的情况啊 直接把对方A下去 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啊 好就用下一场 这一场遇到胖嘟嘟 胖嘟嘟的话 其实两者应该算是平平啦 除非我们的能量球打到 畢竟我们有草嘛 草至少可以打这个胖嘟嘟 的水系 但是他有暗影球 所以整体就看双方的开招啦 好暗影球这边我们是吃下来了 扛得住 主要原因在于这个 他的招式啊 小招这边伤害量并不是很好 所以这边我们有空间去扛一下 既然扛这一下之后 剩下的血量也不至于 会被他直接A下去 所以这边是有空间的 但是他这个胖嘟嘟配置的招式 并不是泡沫喔 最近比较常看到泡沫 但是他配置的这个 霍不单行 蓄能表现比较好 配置霍不单行的话 他通常就是配泡沫光线 这边我们是扛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持续能量球 好能量球 但是胖嘟嘟看起来扛住了 接下来我们会被他的霍不单行 直接A下去 但现在气氧上算是不错喔 我们玩这边选择的是火爆猴上来 火爆猴要打胖嘟嘟 是比较辛苦啦 因为 冲被碰环 被幽灵减伤嘛 但是你选择尼多后的话 可能也是会被这胖嘟嘟 点到爆炸 所以这时候火爆猴持续可以下去 暗消害没有放出来 导致我们这边开两盾了 哇这一场对方的这个胖嘟嘟啊 我说是表现得非常优异啊 这边 插一下可惜 这边插一滴 胖嘟嘟 表现得非常好啊 他的那个泡沫光线 几乎把我们的火爆猴打残了 胖嘟嘟说实在 你如果没有在属性上有优势啊 他就变得非常凡人了 而且他的招式不太好拆 可是这时候博安竟然选择了 冰动拳啊 冰动拳这边出来 伤害量有点低喔 因为你现在目前攻击下降很多了 博安这边并没有切脚啊 他是不是忘记了 哇这边切脚速度有点慢了 那你认为我们刚刚看到推娜的那一瞬间 其实就要先让尼多厚上来 因为火爆猴那边伤害量太低 这个冰动拳有点浪费 那这边吃到欺诈 好对方最后一只角色 是龙王蟹啊 那这场应该要结束了 目前我们的情况是没有盾 那没有盾的情况 要用大帝之力要震到他 他还有盾 除非他这一下没挡 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啊 对方这个龙王蟹也知道 我们这边唯一的胜算 就是大帝之力有震到 因为他能够带着这个水流尾 持续出招 速度是非常快的 四下就能出一个水流尾 可说是极快啊 那这边我们没有办法 挤到大帝之力就得下场了 好对方这边还磨了一下 完全不给我们机会 那对方的话 目前还有一个 血量不错的图音娜 以及这个血量不错的龙王蟹 好冰动拳这边出来 当然不能选择暗喜好海 因为二打二系是会减伤的 好趁着对方还没出招 但是我们这边博安还是没有出招 这边要吃到水流尾 看起来这场应该差不多了 对方手支的这个 胖嘟嘟啊 表现得太好了 他不断的使用这个泡沫光线去骗我们的盾 而且降我们的攻击力 好这我们的火爆猴 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一场 重演一下那个暗喜好海UP到极致的一个夸张伤害 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冰动拳 有伤害量比刚刚高很多啊 那这边没救了 因为想要上升一滴啊 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吧 火爆猴丹尼也有在 超级艾梦鲤蜜算是也蛮常见的啊 主要他的那个暗喜好海UP跟冰动拳很适合 鲤蜜的一个属性的体制下使用 好那下一场的话遇到推娜这边是优势了 推娜因为他带着的招式 是大声咆哮所以他出招很快 所以这边我们气象球得快速出招 毕竟突娜还是飞行系啊 他会使用艳返可以打我们草系的这个暴雪王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小招伤害量 是比他的大声咆哮来的好一点 而且气象球出招速度也比较快一些 哦不过对方竟然使用一个欺诈 欺诈跟艳返的一个能量需求是一样的 这边使用欺诈 有可能他第二招带的是暗影球啊 不然这边用欺诈啊实在有点不明啊 因为我们的飞行系招式 厌返打草是会增伤的 增伤之后会比起欺诈的伤害量来的高 然后很可惜这边他剩一滴血 没有直接把他拍下去 对方第二下同样的是欺诈 我们这边处于一个盾的劣势 然后进入第二只 第二只遇到火箭雀 火箭雀看起来是带着火系的小招 火箭雀比较不少不常见啊 他刚好是烈箭雀的一个前身啊 那烈箭雀在这个旅命时下之下被禁掉了 所以这边火箭雀也是又上来了 他的小招看起来很像是火花 火花的话他的蓄能就没有到那么好 但伤害还算可以 然后这边出招了 是宣言宴 哇直接中伤 我们的火爆猴没有挡啊 吃了一个宣言宴换成尼多厚上来 尼多厚上来之后 对方上的最终角色是暗影的大石花 暗影大石花的话 在伤害面上来说暗影大石花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这边可以使用剧毒雅 这边对方一定要挡 然后接下来他会直接肥快刀把我们啃下去吗 很可惜我们的剧毒雅还是先好了 这个剧毒雅会很关键哦 好对方的大石花下场了 大石花好像能够靠着两盾的状况下 去打赢尼多厚 但是就一盾的话他是打不赢的 好这边他的 还是 诶他是使用厌反 火箭雀 火箭雀使用厌反 好这边我们做一盾挡下来使用一个剧毒雅 去降他的防御力 看一下火爆猴到底能不能赢呢 但是我怕我剩一滴血 哦 不过这个防御下降之后他起洋上有点低啊 再补一个火爆的暗小孩刚刚好 哇这边算是惊险啊 大石花他没有办法靠一盾拿下尼多厚的情况 反而让我尼多厚有机可蹭啊 所以他的这个火箭雀 这边只手难免啊 一打二是有点困难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博安使用了暴雪王 尼多厚以及火爆猴的阵容 让他攻上了R24之鱼 还能够在世界排行榜 排行在230名 火爆猴也算是丹尼小时候的回忆啊 想起我们小智直接拿到了格斗比赛的冠军之后 就把火爆猴给放弃了 说实在丹尼认为那时候火爆猴还蛮帅气的 就想放弃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今天在Pokemon GO的世界中 第八季看到我们博安使用的这套阵容 诠释了火爆猴该如何使用 如果玩家从丹尼的影片中看起来还不够过瘾的话 也能够到博安的YouTube频道中 他有播放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的解说 喜欢博安制作的影片的话 也能够订阅他的YouTube频道 而且他最近订阅人数快要满1000人了 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 我们最强国中生博安的YouTube频道 丹尼有放在资讯栏可以点击去看看喔 最后也要再次感谢博安提供的精彩对战影片喔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甄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7场以上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后玩家提供的影片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喔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